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鬼新娘 咱们的男主是个正宗的高富帅 不仅家底后还是一位海归 不过可惜这样优秀的人早就名花优主了 在男主很小的时候 家里面就给他定下了一门娃娃琴 准备留学一回来就结婚 但此时当地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大师说 男主命里犯冲 需要取一棵大树回来挡栽 男主的家里人过于迷信 每过多久父亲真的寻找到了一棵百年老树 男主那也是无所谓 反正自己恐婚 娶了大树反而对自己有利 于是男主答应了婚事 婚后男主一家人将树拒断 将其带回去喂养 就在当晚男主睡觉的时候 竟然发现自己床上躺着一位美貌女鬼 在慌张之下 男主急忙逃到了未婚妻家 从此之后女鬼在男主家厂住了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男主这才搞明白 这个女鬼一直住在那棵大树里 所以男主娶的并不是百年老树 而是树里面的女鬼 至于这个女鬼死的原因也是挺惨的 女鬼生前去参加音乐节 在音乐节上遇到一个看上自己的小伙 很快小伙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不过女鬼却始终对小伙没什么感觉 拒绝了她很多次 而拒绝她的原因是因为小伙的歌声中没有感情 小伙非常伤心 想为自己这段故事写一首歌 然而脑子里根本没有词 偶然间她看见了一位诗人的诗词 于是就把这首诗当成歌词 还拿过去给女鬼弹唱 不过小伙不知道的是 写下这首诗的正是女鬼本人 在女鬼听完这首歌之后 感觉自己的词和她的音乐配合的特别巧妙 之后两人又有了很多次合作 渐渐相处出来有了感情 没过多久后女鬼怀孕了 但在婚礼当天小伙并没有到场 女鬼以为是小伙抛弃了自己 因此在那颗百年老书上上吊自杀了 听完了女鬼的故事 男主表示很遗憾 而在两人交谈的过程中 女鬼发现本应和未婚妻结婚的男主迟迟不肯结婚 并不是因为她不过爱未婚妻 而是因为她其实有婚前恐惧症 最终在女鬼的帮助下 男主克服了自己的心理恐惧 这一天男主的奶奶突然拿出了 当年小伙所唱的唱片 这时男主脑海里闪过一幅画面 在男主和未婚妻的婚礼当天 男主突然想到了 为什么小伙当初没有去参加自己的婚礼 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一起广场屠杀 而小伙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受害者 男主和未婚妻一起逃出了婚礼现场 将女鬼带到了当年的那个广场 现在早已变成了一处梦园 果然女鬼和小伙重逢了 男主也和未婚妻见证了他们最后的婚礼